好了 欢迎各位收睇曲 现在的时间是2019年6月25日 晚上2到3时46分 律子8二 今晚的主题是讲回之前没有讲过的 Facebook Hacker Cup 2019年的Qualification Round 里面的第四题 我之前就只讲了一至三题 今次就讲了第四题的内容 第四题的内容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要你建立一条Tree Tree有N那么多个Rule 它也有M那么多个Rule 那些Rule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 例如这条Rule 1,2,3 一和二二两个Rule 向上滑的话 它们会在三这个位置交接 第一個交接的位置是3,不會是其他東西 就是一個這樣的組織 我之前在Hacker Cup裡沒有做到這一題 剛剛官方出了答案之後,我參透了一段時間 大概明白了怎樣做 而且自己認真正的Code完之後,也是Pass了 我這次就會說回我的方法 為了方便大家,我這裏會展示給大家看 它本身 右邊的方法,大家會看到Facebook那邊官方的說法 左邊的方法就是Niko 先說一下Facebook那邊的說法 因為我是跟Facebook的說法來做 那Facebook的說法本身是容易明白的 不過都要再加多一點解說 那它的說法就很簡單 那就是說 它這裏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每一個Note都會Consider一次 它是不是那個Root 那然後,就是做一個ForNote去做 去Consider每一個Root 例如它如果是三個的話,它一二三全部都會試一次 那它就會試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沒有一個Rule 就是說你選擇的Root會不會是在那個Rule裡面的頭一二個Value 那如果你的Rule是在頭一二個Value 而不是第三個Value的話 那就是很肯定它不應該是一個Root 所以它就應該排除了,就應該要試一下一個 那這樣,如果發現到一個Rule是Value來了的話 那它是要馬上Pause去試一下一個 OK,這是第一個Rule 那然後,它就 它第二個Rule就是,如果是有Value 它是,它發現原來你選的Root 它是它第三個Value,是Z的Value的話 那你的X和Y,就是頭的兩個 就應該是分成兩個不同的Substreet 那第三條Rule就是,當它那條Rule不是說 你選了那個Root的話 那你的X,Y,Z就應該是放在一邊的 那它有一個這樣的,三條Rule 那第一個Rule就是剛剛說了 那第二三個Rule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都很Obvious OK 就是,只是跟回一個Defination來做 我想第三條Rule,不是 第二條Defination是Obvious 第三條Rule為什麼不Obvious 就是它不太Obvious 但是其實都想到的 就是當它是說 就是一件事,它那個Z這個數字 一定不是一些Parent的數字 那,因為如果是Parent的數字 應該在之前那裡 應該在之前那些Rule已經篩選了 那,然後 所以,如果是遇到一個情況的話 那它們三個應該放在一邊 那,但是實際上呢 當我做的時候呢 那我就,我會把二、三個兩個Consideration 來調轉 那,在這個呢 就是我左邊那裡 就是我自己做的 那,首先都是跟回它的做法 好,每一個Rule都Consider一次 數一次 那,然後這個呢 就是第一個Rule的位 就是要數一數 究竟 每一個Rule 試一試 究竟 它有沒有Rule來到一些 即是,例如 Z Sorry 是X和Y是R的時候 是Rule的情況下 它就要排除了R OK,這是第一個Rule 那,然後下一個試 不是試,但是Rule 是第三個Rule OK 第三個Rule呢 XY、Z 如果它們在同一個R裡面 而且它們三個都沒有R的話 那,它們就應該放在同一個Subscribe 這件事 這樣 那,要注意的就是 嗯 它這裡有說過 它是用Fruit Fill來做 那,這個方法都比較簡單 就是,首先可能由最小的Value開始 最小的Value去試 嗯,然後 例如你放個0下去 哦,Sorry D都沒有0 你放個1下去 放個1下去 那,然後由1那裡 看看它有沒有一些Rule 是和1有關的 和1有關 然後再 將 所有 1相論的Member 都放到一個Group裡面 那,於是它就成為一個 1億Child的一個部分 那,當你完成了這個Patch 之後 那,可能其實還有一些Rule 你可能剩下 呢,就未… 沒有解決的 那,於是你就可以開2Group的Trial 那,可能放2個數 然後 在remain的分別的數字 然後再找回究竟有沒有朋友 用這條 rule 找回他的朋友 於是你經過這堆動作之後 你應該會有N個group的 N個group的 律師 然後再用第二條 rule 去verify 究竟有沒有一些group裡面 存在了一些 X和Y 在同一個group裡面 但是他的意識也是在你選擇了一個group裡面 如果有的話 基本上就開始 失敗了 然後再試一下一個value 是不是那個group 這樣做會比較簡單一點 我剛才所說的 第二條 rule 就會在這裏裏製作 當你能夠選擇一個group 是1 2 3 certify的話 那你就去到下一步 就開始DFS 整件事 那就是把我剛才所說的 每一group的load 去做一次DFS 去做回 究竟他 底下這堆trial 能不能夠 復興到 再繼續建立一些treet 就復興到這三個rule 這樣 但是去到這裏 就很有趣 如果在這裏裏裏面 你發現到一個位置是fail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試下一個group 下一個group OK 如果你是明明試10個group 你發現了 將1和2都是wile 這三條rule 去到第3 就發現 past了這個group 但是 你發現去到3的時候 DFS 做不到的話 你不需要試死 這個是整件事 最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這裏裏面 都已經是說 如果 試不到的話 是要立即 Return 立即skip OK 這裏我的 做法就是 這樣 由於整件事 不需要做 back checking 所以 就 會 少了 很多 Runtime 根據官方說法 它那個Runtime是 On2 N加m 那我自己 這裏裏面的句子 我自己就沒有怎樣試過 即沒有怎樣很認真驗證過 我現在這對句子的Runtime 對不對 不過就在這個reasonable的時間裏面 又或者這樣說 當我將它的sample input 放入去我這對句子裏面 大概都不需要1秒 已經計算了答案出來 所以我都沒有深究到 自己Runtime 是不是一個 合理的Runtime 啊 啊 那大概 今次的分享 就是到這裏 那如果各位 對於我現在這對句子 是有興趣的話 那是可以 看看我 這個Youtube 底下 Description 應該是會有 一條link 指去一個 Github 那大家可以在那裏 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我這堆句子寫了什麼 我放在哪裏 那我的句子就 已經在那裏 沒有了 甚至乎包括連上官方的那個 Input 這個就是官方Testing的Input 還有我自己的 這個是其他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的 Output的特案 都已經填在這裏 那大家喜歡的 可以 參詳看看 那好了 今晚的分享就到這裏 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